算末年终之际,林口区公所在五鹤甲餐厅举办独老围炉活动 同时感谢省无科大及区内15个志工队与区内百位独居长者们一起围炉欢度佳节 林口公所今天特别在我们五鹤甲 我们邀请我们100多位的独居长者来提前做一个围炉 那这次的活动我们非常高兴也邀请我们这个省无科大的同学 跟我们十几队的志工一起共同来参与设计 承办这次围炉活动的省无科大也派出了学生志工队 不仅服务在场的爷爷奶奶们也带来了许多精彩表演 让围炉活动更加热闹 在场还是再一次祝福大家 那有这个荣幸省无科大来办理这个活动 期待以后每一年都可以跟大家再一次的围炉 一咬让长者好吞咽的 同时也容易保存 因为有一些弱势家庭或长者 他家里的可能冰箱或者保存条件不是那么好 我们希望这十天他们都能够吃到 这个营养丰富的一个年菜 领口区长蓝品俊表示 公所特别与金汤匙餐厅合作 准备了客制化的年菜 在年阶前送给区内弱势家庭及长者 让他们能够过个好年 并且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温暖 记者虎轩领口采访报道 8月4日后 中文字幕称高